竹山镇共有15个老人会 时常不定期轮流举办联谊活动 而在新春后轮到瑞隆老人会所举办 各会的理事长以及成员们 也纷纷前往参与联谊活动 由此可见 竹山地区有相当大的团结向心力 鞭炮声响起 竹山老人会才艺演习成果发表会即将开始 议员们也纷纷进到场内就座 县长林明珍也清零现场与长辈们拜年 并定立办老人、采华、表演、展秀会 可以说我们十三岁 所有的老人会的理事长 还有这些老大人都来参加 真正荣誉 可以说我们老大人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身体很好 都参加一些活动 这些活动能提供长辈们有个休闲娱乐的平台 对此议员许树霞除了表示行为外 更呼吁县府社会处等单位 未来还能须多关回地方上的独居老人 让长者在居家方面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我们很开心在第三天参与联大同学 在这で 세계人联大同学 好fit我们来採论 第三天参与的财业表演 虽然天气更加凜 的情況之下 提搬經費來 照顧我們這些社會事項 看著大家這麼健康 也覺得非常開心 我們也在這年冷的天氣 大家早知道一定要穿得上 所以也感謝我們的 瑞陽老人會今天的一個舉辦 我們也說我們持續的去舉辦 讓我們所有的長輩們 他們可以共同來享受 我們生活上的這些點地 議員吳瑞芳肯定各會裡監視的用心 希望透過活動 可以讓更多長者們到戶外走走 透過聯誼活動讓長者走出戶外 活動筋骨 分享個人時事 議長何生峰也呼籲 縣內的老人們應多參與社區活動 多走出戶外與他人交流聯誼 以讓老年生活更多彩多姿 民意新聞 莊明憲 竹山 採訪報導